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如故的笑容 因为笑容于她来讲 本身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在任何时候她都拥有这份笑容 我一直说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长黑本 其实也有比较孩子气的地方 可能这个世界上天才就是两种 一种是极端成熟的人 一种是极端孩子气的人 你没有用幼稚 好球 给到好球了 好球 解成吊球 然后一颗星以后 再把这个红球解走 躲在三分钟后面 再解成吊球 那就完美了 看得到宝贝 还有进球啊 哇 差一点被打进了 差一点被打进了 好球 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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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打进 横台谈一下 运气实在是太荒莲了 这个中间会不会漏出来呢 好敲 出来了 是正好有进球还是正好没有进球 运气还不错 但问题是现在正好打得到了 先手已经在林俊辉这一边了 现在如果从右面来解的话黑球是个大麻烦 从右面来解两颗星看看能不能解到这个球 正好转过来看看位置 正好转过来看看位置 还没解到谈回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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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空气 运气不好 绕球台 散科兴上篮 绕球台 散科兴上篮 对头看一眼分数 对头看一眼 怎么会出这种文章 但是这是到了两个人差不多到极限的时候了 极限就是大家的准度都开始下降 分数上差16分 这个球打进就赢球了这一局 4 有的时候对手出现失误 也很容易这样的情绪这样的状态带给自己 定居会是很小心的再把最后的球打完 15 华比奇领先于西金斯 配盘这个菜是送的够大